这一讲视频呢 还是一样 还是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介绍一下滑快空间 然后第二部分是讲解一下 这个常用的滑快空间API 然后第三部分是结合滑快空间基础历程 来讲一下这个滑快空间常用的API 是怎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滑快空间 EM-Win的滑快空间呢 它通常是用在 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修改数值用的 这种类似功能的空间呢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也很常见 就比如说我们电脑上的这个调整音量的 这个东西 它就是类似EM-Win的那个滑快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手机 就手机上经常用来调节屏幕亮度的 那个也是就类似EM-Win的滑快的那个东西 然后EM-Win的滑快空间呢 EM-Win的滑快空间呢 它的外观就是这一幅图 这样的一个外观 它是由一个滑动条和一个旁边的一个刻度标记组成的 这个刻度标记呢 可以在某些情况下 在拖动滑快到某些位置的时候吸附滑快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滑快 然后我想拖到这里 但是我拖到这两个刻度中间的时候 我就放手了 然后比如说我拖到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它在就是你设置好之后呢 它就会在就是这个滑快 它就会自己就相当于是像是吸到这个刻度上来 一样就是这个滑快它自动就跑到这个刻度上来了 滑快空间呢 它也是支持三种通知代码 这三种通知代码呢 其实相当于说是所有EM-Win空间 它都支持这三种通知代码 就是被点击被释放 然后值已经被更改 滑快空间它还支持两种按键信息 一种是向左 一种是向右向左 可以通过这个按键信息来调整 这个滑快空间它的一个数值 或者是滑快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滑快空间的常用API 因为滑快空间它功能比较简单比较单一 所以它的API函数也很少 这个表格就基本上就是它所有的一个功能API了 不过我们还是重点关注它的两个创建函数 一个是直接创建还有一个是间接创建 我们来看一下中文手册 首先我们看一下直接创建的这个函数 它一共有这么一些参数 其中这一些呢 都是跟其他空间的直接创建函数 它的参数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然后这里倒数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特殊创建标志 我们来看一下它可选的是这一个 其实它可以输入的就是这个参数 它可以可选的是零 零或者是这个东西 就如果是零的话 就创建一个水平方向上的一个滑快 那如果你设置成这个的话 它就是创建一个垂直滑快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呢 它就是这个窗口的 就是空间的一个ID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间接创建函数 间接函数呢 它使用到了我们这个对话框资源表里面 两个可选参数中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这个flex这个参数 它这个flex呢 其实就跟这个直接创建这个函数 它的倒数第二个参数是等效的 它都支持零或者是这一个标志 那另外一个parry这个参数呢 它是没有使用到的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结合我们的历程 来讲解一下这两个创建函数 好啊打开我们的历程之后呢 找到这个slider dog.c这个文件 还是从头开始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段呢 它创建了六个空间ID 第一个还是这个框架窗口的ID 然后这三个是滑动条 就是不就是滑快的一个ID 然后这两个是编辑框的ID 用来显示这个滑快的一个数值 接下来这一个是对话框资源表 还是老样子 第一个仍然是框架窗口的一个资源表 然后接下来这三个呢 是滑快的一个资源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滑快 它的倒数第三个参数设置成了8 也就是倒数第三个参数 也就是对应资源表的那个flags参数 在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讲了 它这个flags参数呢 它是用来设置这个滑快 它是一个垂直滑快还是水平滑快的 那么我们这里填的8 其实它就是把它设置成垂直滑快的意思 因为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代码呢 是我用GUIBuilder生成的一个代码 所以它是直接填的一个数值 如果我们自己在写的话 这个倒数第三个参数 可以直接填成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就是一个编辑框的一个资源表 接下来还是直接看我们的这个对话框 回调回调函数 首先看一下这个初始化对话框 这个消息里面的内容 这里呢 它是初始化了这个框架窗口的一些信息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然后这个呢 它是 它是设置了第一个滑快的一个滑动范围 就是数值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也就是这个函数 它的意思呢 是用来设置滑快的一个范围的 它一共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滑快的一个巨饼 然后第二个是最小值范围 然后最大值范围 通过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来更改滑快 它的一个数值范围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滑快呢 它是还是利用这个参数 这个函数 它设置了第二个滑快的一个数值范围 是0到100 第一个滑快它是0到1000 然后第二个滑快 它还调用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一个设置滑快的一个宽度 就是这个滑快的一个宽度 它一共有两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就是 你要设置的一个宽度 是以像素为单位的 第一个还是一个空间的巨饼 它这个函数的效果呢 就是像这个手册上这样写的 在之前它是这个滑快 它是这么大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设置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我们的程序中 我们在这里把它就是设置成了一个20像素的一个宽度 那个滑快的宽度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滑快呢 我们设置 就是把它设置成了一个经典皮肤的一个样式 因为呢 它就是我们可以看 就还是这张图 它这个方形滑快 就是经典皮肤的样子 像我们之前就是这个PPT这里 它显示的这个带有一个 一个尖角的这样一个滑快呢 它是就是默认的一个皮肤 然后接下来还是用这个函数 它设置成了一个宽度为30的这样一个滑快 然后剩下这两个呢 我们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这个这两个都是一个编辑框的一些设置过程 我们在以前讲是 那个编辑框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otify parent 就是通知副窗口这个消息 在这个消息中呢 我们实现的功能是读取滑快当前的一个数值 并且实时更新到这个编辑框内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实现 在这个消息中呢 我们利用到了这个通知代码 就是这个滑快的值改变之后 它的一个通知代码 在这个通知代码之内呢 我们首先是获取这个滑快和编辑框的一个巨饼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 获取到滑快当前的一个数值 然后它返回给这个变量 然后它返回给这个变量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立刻调用这个函数 把获取到的这个数值变量 传递给这个编辑框空间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滑快的值 更改之后 把更改后的数值立刻显示到这个编辑框 这样一个功能 这两个 就第一个滑快和第二个滑快 它的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是就比如说如果我想实现另外一种功能 就反过来通过更改编辑框的值来设置滑快的一个数值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编辑框的这个范围内 还是调用这个数值就是编辑框内的数值以更改这么一个消息 通知代码 然后在这个通知代码内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就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用就是把这个步骤给反过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历程下载到开发板上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打开我们的摄像头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历程它的一个初始状态 在初始状态这三三个滑快 它都是一个初始为零的状态 其中这第二个滑快啊 第二个滑快它是一个数值滑快 它这两个地方呢 分别呃有两个这个边际框 这个四个零的边际框对应第一个很长的这个滑快 第二个边际呃 第二个边际框呢 对应这个数值的这个滑快 我们来滑动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滑动滑快的同时呢 它这个呃 边际框里面的这个值呢 也是在实时更新的 包括我们这个数值的这个滑快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典皮肤的这个滑快 这个滑快呢 我们呃 没有没有给它对应设置一个边际框 它就只有一个滑动的效果 好呃 这就是我们这个历程所要演示的效果 好呃 我们这个是这讲视频的内容呢 其实已经就